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了解三个引人注目的新闻事件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北京的最新动态 据报道北京出现了兵变 元老们对此表示震怒 认为自己被总书记出卖 这使得局势更加紧张 北戴河也传出消息 五大战区司令有三位被更换 这一系列变动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拜登的最新言论 在白宫的一场活动中 拜登开玩笑说自己即将离开白宫 并且正在找工作 这一幽默的言论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热烈讨论 尽管有传言说拜登对迫使他退出 2024年总统选举的顶级民主党人心存不满 但他依然保持幽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最后我们来关注泰国政坛的重大变动 泰国宪法法院在8月14日宣布解除现任总理赛塔的职务 原因是他违宪任命了一名有犯罪记录的律师担任内阁部长 这一裁定引发了各界的强烈反应 泰国国会预计将在16日选出新总理 泰国的未来将如何发展 谁能带领泰国走向繁荣与稳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尔街军事报道了北京发生的一场兵变 元老们因感到被总书记出卖而震怒 文章详细描述了北戴河会议期间 五大战区司令中有三位被更换的情况 引发了外界对军中动荡的猜测 特别提到张又霞带领的部队 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 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 文章通过多个细节和例证 揭示了事件背后的权力斗争和政治博弈 强调了这一事件对中国军政关系的深远影响 在明镜想点就点的节目中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的一场活动中 开玩笑说自己即将离开白宫 并再找工作 这场活动吸引了许多社交媒体影响者 和内容创作者 拜登在讲话中强调 他们在减少美国政治中的党派对立方面的关键作用 尽管有传言称拜登对顶级民主党人 迫使他退出2024年总统选举心存不满 但他依然保持幽默 民主党计划在即将举行的DNC会议上 为拜登举行盛大的告别仪式 并正式过渡到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亚洲台的节目《亚洲变化》 报道了泰国宪法法院 在8月14日宣布解除现任总理赛塔的职务 这一裁定 源于赛塔为宪 任命了一名有犯罪记录的律师担任内阁部长 严重违反了道德准则 消息一出 各界反应强烈 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 泰国国会预计将在16日选出新总理 以填补这一权力真空 人权组织和国际社会对此事件也有不同意见 甚至担心会引发外资撤资 泰国的未来将如何发展 谁能带领泰国走向繁荣与稳定 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经济日报 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 Tim Walls宣布 他将于10月1日 与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 J.D. Vance进行辩论 然而万斯拒绝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举行前 承诺辩论日期 沃尔兹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他期待与万斯在10月1日进行辩论 但万斯的团队表示 不会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前 做出任何承诺 万斯在接受采访时提到 他希望与CBS商讨辩论规则 并强烈暗示自己 可能不会参与10月1日的辩论 万斯希望能有更多辩论机会 让选民更了解两人的观点 网易7月份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经济各项指标显示出稳中有进的态势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5.1% 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加快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 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6% 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5% 贸易结构继续优化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 工业生产者价格继续下降 尽管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但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 国内有效需求依然不足 经济持续回升 向好仍面临诸多挑战 中国研究院 国际关系专家 普遍更支持现任副总统 卡玛拉 哈里斯 卡玛拉 哈里斯 认为 他在处理国际危机方面 更具信任度 威廉与玛丽学院的全球研究所 进行的调查显示 专家们对哈里斯的信任度 远高于特朗普 特别是在国际问题上的处理能力上 尽管公众对哈里斯的支持度在增加 但专家和公众之间的支持率差距 依然存在 随着选举季进入最后阶段 这些专家对哈里斯的偏好 反映了他们对特朗普的信任不足 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的处理能力 美国新闻01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焦点是 备受争议的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即将面临的判刑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 对特朗普提起了多项指控 而法官胡安梅尔坎 已经表示无意回避 并计划在9月18日对特朗普进行判刑 特朗普的辩护团队 试图利用最高法院的豁免裁决 来推翻有罪判决 但梅尔坎似乎不为所动 这场法律战究竟是出于政治动机 还是正义的伸张 特朗普能否在上诉中保住自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星州网 首尔15日中心殿 据韩联社报道 针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向靖国神社的供奉 玉串料以及 多名内阁成员前往参拜一事 韩国政府15日表示非常失望 据报道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称 日本领导层人士 再次向美化日本侵略战争 并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 线上祭品以及参拜 韩国政府对此深表失望和遗憾 发言人还表示 韩国政府敦促日本领导层正视历史 并通过实际行动对历史进行反思 另外 8月14日是韩国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国家纪念日 韩国市民和民间团体的当天 在首尔举行集会 敦促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 做出法律赔偿 并恢复受害者名誉 当天中午12时 韩国民间团体 正义记忆连带等来自韩国 日本 美国等8个国家的145个团体 在位于首尔中路区的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外 举行慰安妇纪念日集会活动 有400多名学生和市民参与 纪念日相关活动一直持续到当天晚上 中国新闻01 欢迎来到我们六度中国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梁骏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泰国政坛的最新动态 泰国宪法法院因任命有犯罪前科的部长 而将总理赛塔 他微信免职 这使泰国再次陷入政治动荡 赛塔在执政不到一年就被罢免 而这位房地产大亨是16年来第四位因统一法院判决 而被罢免的泰国总理 副总理普坦 未查亚猜 预计将接任看守总理 泰国未来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接下来的新闻来自台湾 中国前海军船长阮性男子 非法入境台湾 受到正式起诉 阮性男子 今年6月驾驶快艇抵达弹江 与其他船只发生碰撞后 被海巡人员逮捕 据称 他是过去一年左右的18名声称 从中国叛逃人士之一 并表示向往台湾的民主生活方式 台湾有关部门认定 他曾是中国海军的一名船长 并指控他违反台湾地区 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最后我们来关注中英关系 中国重新提交 在伦敦修建新大使馆的计划 这一项目不无争议 可能会考验工党新政府 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北京方面向哈姆雷特塔议会 提交了一份新的规划申请 要求在伦敦塔附近建造新的大使馆 如果新使馆建成 将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使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经济日报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日本战败投降79周年之际 通过代理人以自民党总裁名义 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 当天防卫大臣沐元忍 和经济再生担当大臣 心疼异孝也参拜了靖国神社 这一举动引发了中国外交部的强烈反应 认为这是日本政要对待历史问题 态度错误的表现 并向日方提出了严肃交涉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宣布接受波次坦公告 实行无条件投降 标志着日本在二战中的战败 纽约时报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宣布辞任首相 并不参加今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竞选 岸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辞职为自民党带来变革的机会 尽管自1955年以来的自民党几乎一直掌控日本国会 但近年来丑闻不断 公众对其不满情绪高涨 岸田的支持率在最近几个月跌至新低 原因包括物价上涨和自民党内丑闻 尽管岸田在国际事务上与美国密切合作 增强了日本的军事防御能力 但他在国内问题上的表现未能赢得选民支持 自民党正在寻找潜在的继任者 包括河野太郎 茂木敏冲和高市早苗等人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多哈举行的加沙停火协议和囚犯交换谈判前 坚持两个条件 留在费城轴心 并检查返回加沙地带北部的人员 哈马斯则重申拒绝根据新条件进行谈判 强调遵守调解人提出的文件 美国和以色列派出代表团前往多哈参加谈判 哈马斯表示不会参加新一轮谈判 但愿意随后与调解人会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卡塔尔和埃及 讨论了达成协议的方法 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囚犯交换和停火协议上的分歧 仍然巨大 谈判前景不明 网易报道指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上任后 积极与美国总统拜登建立联系 试图提升日美同盟关系 然而岸田的执政并未如愿顺利 反而在国内面临巨大的反对声浪 自去年11月以来 岸田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低迷 甚至跌破30%的危险线 民众对其不满情绪高涨 特别是自民党爆出的政治献金丑闻 更是让岸田陷入困境 尽管岸田尝试通过解散派系来挽回局面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主动放弃连任竞选 这意味着 日本可能再次进入短命首相时代 网易的另一篇文章 详细介绍了红山文化的重要性 及其对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 红山文化发源于辽宁的牛和良遗址 距今已有5800年至5000年历史 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红山文化的发现 尤其是牛和良遗址的 谭庙中组合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实证 红山文化不仅在礼仪制度上影响深远 还在龙文化和裕文化方面 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红山女神像的出土 进一步证明了红山文化 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 专家指出 红山文化的和和包容 守正创新的特点 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此外 网易还报道了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是推动我国哲学 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路径 文章指出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应立足中国实际 深入社会实践 及时总结改革开放的新经验 以实践感悟 深化理论认知 坚持两个结合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汲取养分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 同时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应胸怀天下 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为全球共同发展 贡献中国智慧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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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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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